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真正的制造业竞争对手是越南 而不是中国 朝鲜废除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法律 BET在印度ITC股份出售迹象的推动下上涨 中国的新证券监管者是谁 被称为券商屠夫 苹果的Vision Pro头戴式耳机 在海外以5000美元的价格被转售 请大家收看 印度真正的制造业竞争对手是越南 而不是中国 彭博社 据彭博社观点称 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 印度应将重点从国内市场 转向更具区域竞争力和出口驱动的方向 该出版物强调 越南是印度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不是中国 他补充说 印度较高的进口税 使其在出口市场上与中国 墨西哥 泰国和越南相比缺乏竞争力 文章建议印度取消关税 向外国投资者表明 他已经准备好开展业务 朝鲜废除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法律 彭博社 朝鲜的议会 废除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法律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裂痕 此举是继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上个月宣布 不可能寻求和平统一之后的又一举措 这些法律为边境以北的一个山区度假村和工业园区的运营 提供了正式依据 但由于政治分歧 这两个地方已经关闭了多年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从2015年的27亿美元几乎降至零 BAT在印度ITC股份出售迹象的推动下上涨 彭博社 英美烟草公司BAT正试图克服监管障碍 以便出售其在印度公司ITC的至少部分股权 该股权价值超过140亿英镑177亿美元 这一消息使得BAT的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上涨了5% 此前一年下跌了20% BAT还增加了对其美国香烟品牌价值的减值 现估计其美国品牌将产生超过270亿英镑的非现金减值损失 而最初的估计为250亿英镑 这导致去年的年度营业亏损达158亿英镑 中国的新证券监管者是谁 被称为券商屠夫 彭博社 中国已任命58岁的市场老手 吴清为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的新主席和党委书记 吴清因此前对证券公司和内幕交易的打击 而被戏称为券商屠夫 他面临着解决中国股市低迷问题 以及吸引外国金融公司来华的监据任务 这一任命引发了中国股市的小幅反弹 周四早盘 内地基准CSI300指数上涨了0.7% 苹果的Vision Pro头戴式耳机 在海外以5000美元的价格被转售 彭博社 苹果公司的Vision Pro头戴式显示器有限发售 导致了一个二手市场 该设备的价格远高于其起始价格3500美元 该设备在Mercury 淘宝和Lazade等各种在线市场上 以6300美元的价格出售 苹果公司本月早些时候 在美国的少数商店限量发售了Vision Pro 并为每个买家提供了定制化的设置过程 关于扩展现实 XR设备的消费者市场规模仍存在疑问 但Vision Pro的独特性 推高了二手市场的价格 每股创新高 亚洲市场开盘走势分化 市场动态 彭博社 预计周四亚洲股市开盘将呈现不同的走势 尽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表现强劲 澳大利亚股市在早盘略有上涨 期货市场预示日本股市将上涨 而香港股市将低开 国债市场平稳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不到两个基点 美元指数周三基本持平 亚洲地区即将公布的数据 包括中国的通胀和生产者价格 以及日本12月份的经常账户余额 前曼联球星林佳德加入韩国首尔FC 雅虎 前曼联中场球员杰西 林佳德已经加盟韩国俱乐部首尔FC 这位31岁的球员去年离开了诺丁汉森林队 他表示加入首尔是一个新的挑战 他准备好接受它 林佳德在曼联度过了22年 他表示希望能够再次享受踢足球的乐趣 并向韩国球迷展示自己的实力 首尔表示 他们签下了K联赛41年历史上名气最大的球员 梅西殷商缺席香港比赛后三天 在日本参赛 雅虎 足球明星莱昂内尔 梅西殷商错过了一场友谊赛 他向香港的球迷道歉 然而 三天后 这位阿根廷球员 在日本的一场比赛中打了半个小时 香港政府表示 对梅西的缺席感到非常失望 并要求解释 与此同时 愤怒的球迷要求退款 香港领导人的安全法宣传 未能消除疑虑 彭博社 香港领导人李家超 与外交官和游说团体 举行了一次会议 以推广他的新安全法的优点 然而 这次闭门会议 让与会者感到不满 很少有问题得到解答 人们对国家机密的定义 模糊的提议罪行 潜在的合规成本和制衡措施 提出了担忧 政府向与会者保证 新法不会影响正常的业务运作 而意图将成为确定 任何犯罪行为的关键 根据一位外交官的说法 提议的第23条法律 比中国在2020年 对该事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更加明确 香港政府表示 他意识到 不能做任何损害该是自由 和独特地位的事情 但他面临来自欧盟 和英国外交部的批评 称起国家安全为幌子 侵蚀了香港的自由 软银因T-Mobile意外收益 和ARM业务而实现盈利 彭博社 软银集团报告称 截至12月份的季度净收入为 9500亿日元64亿美元 这是自2022年9月以来的首次盈利 盈利主要得益于 愿景基金公开持股价值的反弹 以及T-Mobile美国股份的意外收益 愿景基金部门报告称 该期间获得了4227.4亿日元的收益 而一年前则亏损了6601亿日元 软银还受益于ARM Holdings股份的上涨 以及收到T-Mobile股份的安排 然而 对于愿景基金持有的私人初创企业 仍存在怀疑 据消息人士称 Holysis投资者 接受了17亿美元的 Ascendant收购邀约 彭博社 Holysis Automation Technologies的股东 已经批准了私募股权公司升腾资本合伙人提出的16.6亿美元收购邀约 在交易完成之前 该交易仍需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升腾资本的邀约是上个月由Holysis的董事会推荐的 因为董事会对大政集团提出的竞争邀约的融资表示担忧 欧盟为与特朗普的跨大西洋贸易战做好准备 彭博社 欧盟EU正在对美国总统选举进行影响评估 重点关注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可能对该集团采取的潜在贸易措施 欧盟可能需要为最低10%的贸易关税 以及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欧洲数字服务税 采取反制措施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 欧盟已对匈牙利的主权保护法提起了法律诉讼 批评人士称 该法旨在恐吓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团体 韩国第二大金融公司表示 通过对10亿美元的风险 美国房地产进行投资 它有足够的缓冲 彭博社 新韩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金玉东表示 该集团在风险较高的美国商业 房地产领域暴露了约10亿美元 该公司已经为这一风险做好了准备 不良资产总额达到2080亿韩元 1.87亿美元 金玉东表示 尽管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 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但该情况仍在该公司的准备范围之内 新韩金融集团还在考虑取消部分自由股份 并增加股息 以提高股东回报 随着中国市场的低迷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迅猛发展 雅虎 随着全球股市接近记录高点 避险资产不受青睐 中国股市自2021年高点以来 已经蒸发了4.8万亿美元的市值 中国曾经是一个在动荡世界中的增长堡垒 但现在似乎与世界脱节 这是由于房地产危机加剧 通缩压力 以及国家对私营部门的广泛控制 在连续三年的下跌之后 抛售行情进一步延续 一月份大陆股票的流出数量创下历史记录 中国努力实现关键产业自给自足 包括技术产业 导致其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 根据MSCI指数 中国与全球股市之间的月度共同波动 接近历史低点 分析师放弃对丰田的卖出建议 因为股票创下新记录 彭博社 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 由于分析师们不断提高其股价目标 该公司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个卖出评级 麦格里证券将丰田升级为买入贫级 称赞该公司强大的现金流和垂直一体化供应链 丰田的股价在周四上涨了超过4% 并有望创下新的历史高点 印度央行暗示不急于降息 彭博社 印度的中央银行 印度储备银行RBI 决定将利率保持在6.5%不变 原因是对通胀和银行将之前的加息 传导给客户的不完全担忧 基准回购利率已经连续第四次保持不变 印度的通胀率超过了RBI的4%目标 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 但需求压力仍然有所抑制 RBI行长Shakti Cantados表示 该行将对可能破坏之前进展的新供应冲击保持警惕 在美联储降息之前 RBI不太可能降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彭博社认为 印度的真正制造业竞争对手是越南 而不是中国 文章指出 印度应转向更具竞争力和出口驱动的市场 取消关税 吸引外国投资者 接下来 朝鲜废除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法律 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裂痕 两国的贸易额几乎降至零 BED 英美烟草公司试图克服监管障碍 以便出售其在印度公司ITC的部分股权 这一消息推动了BED的股价上涨 中国任命了无亲为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的新主席和党委书记 这一任命带动了中国股市的小幅反弹 苹果的Vision Pro头戴式耳机在海外二手市场的价格远高于77时价格 关于扩展现实 XR设备的消费者市场规模仍存在疑问 但Vision Pro的独特性推高了二手市场的价格 在股市方面 预计亚洲股市将呈现不同的走势 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世界其他地区的股市则迅猛发展 尽管梅西音商缺席了一场友谊赛 但他在三天后参加了日本的一场比赛 这引起了香港政府和球迷的不满和要求解释 香港领导人李家超与外交官和游说团体举行了一次会议 以推广新的安全法的优点 但预讳者对该法律的定义 模糊的提议罪行等表达了担忧 软银集团在去年的季度实现了首次盈利 主要得益于愿景基金公开持股价值的反弹 以及T-Mobile美国股份的意外受益 Holysis Automation Technologies的股东 已经批准了私募股权公司升腾资本合伙人提出的收购邀约 欧盟正在为与特朗普的跨大西洋贸易战做好准备 可能需要采取反制措施 以及其他新闻 包括丰田股票的上涨 印度央行暗示不急于降息等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国际贸易 金融市场和体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看到了印度面临的制造业竞争挑战 中印关系的紧张 Bed的股权出售计划 中国股市的新监管者和全球股市的不同走势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苹果的新产品和梅西的足球事物 我个人认为 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科技行业 这些新闻中的每个故事都反映了这一点 对于印度来说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越南等竞争对手抗衡 提高自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而中国则面临着改善股市表现 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挑战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些新闻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机会和趋势 可以关注和研究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印度应如何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你对Bed在印度ITC股权出售计划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